9月27日当地时间晚,平安北京微博,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公告,通报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涉植物侵占罪最新案情,至此证实了9月上旬以来的相关消息,王宝强的前经纪人宋哲目前已经被抓获,罪名可能是涉嫌植物侵占。 通报中称,针对某影视文化工作室向朝阳警方报案称,其工作室工作人员利用植物质便将客户支付给工作室的业务款占为基有的情况。 2017年9月12日,朝阳警方将宋柳南,34岁,北京市人等人依法刑事拘留。 9月26日,宋某等人因涉监职务侵占罪被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据悉,宋哲12日已在自己家中被警方控制,目前关押于朝阳派出所。 王宝强与马荣的离婚案于今年8月底进行了二次庭审。 去年10月18日下午,王宝强起诉马荣离婚。 马荣起诉王宝强侵犯名誉权两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 王宝强与其律师张启怀一起信森参与了庭审。 16年8月14日,王宝强通过个人微博图发离婚声明,称妻子马荣出轨自己的经纪人宋哲,并决定解除与马荣的婚姻关系。 停止与宋哲的合作后,王宝强到法院起诉其妻马荣要求离婚。 马荣也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王宝强侵犯名誉,要求删拨并道歉30天。 9月17日,曾传出消息得知宋哲被抓后,马荣曾亲自联系过王宝强,求其放宋哲一马。 另外,马荣已被警方限制出境,不得不终止筹备许久的移民计划。 唐李鹏律师分析,法院是否判决离婚,要看双方是否感情真的破裂。 现在有很多事实表面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了,因此法院不会听从马荣的一面之词,很有可能判决离婚。 唐律师解读,首先宋哲是王宝强的经纪人,也是公司的经营者之一。 两者存在经济利益关系。 其次,宋哲也是王宝强婚姻的第三者。 因此,无论是王宝强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其公司财产,宋哲独参与度都很高。 虽然婚姻法对于第三者没有有刑事处罚,但如果宋哲如果利用职务便利转移了王宝强的财产,肯定会面临刑事处罚。 另据网友博律师微信公众号,北京宝异融营业有限公司是运营网宝强演艺事业的平台公司,成立于10年8月20日,成立时股权结构马荣90%,王健勇10%,马荣是公司绝对控股股东,至16年3月,历经数次股权变更,但马荣一直是绝对控股股东。 16年3月25日起,宝异融进行工商变更,王宝强加入宝异融,成为公司自然人股东,4月19日宝异融进行股权变更,除王宝强外,其他股东的股权全部转给共青城宝异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至此,宝异融100%的控制权归于王宝强,马荣虽然担任宝异融执行董事,法人代表, 但在股权架架构中完全没有表决权。 16年5月13日,持股平台中宋哲的份额全部转给马荣,变更后架构王宝强37%,5%任小妍31%,25%以及马荣31%,25%自此宋哲完全退出。 16年3月起,王宝强通过直接持股和限接持股回收了公司全部控制权,宋哲被清退,马荣仅在有限合伙,持有31%,25%份额没有表决权。 透过这一动作,似乎可以判断王宝强已有迹象,证明他察觉到经纪人与妻子的不正常关系,因而迅速完成虎权变更并于当年8月先开桌子。 网友博律师微信公众号分析,婚姻法,除非定例财产协议,婚后取得的财产收入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而出轨并非少分甚至不分财产的法定理由。 网宝强的事业发展基本在其结婚之后,婚后财产占比颇重,其中包括了保益荣的股权,原则上,马荣对其股权是拥有一半的分割权利的,除非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有推友在推特上放送一段视频,太自私,马荣母女丧尽天良,面对牢狱只在时利用孩子录视频给王宝强求放过,早干嘛去了。 王宝强和马荣的两个孩子在马荣母亲那里,马荣的母亲的微博在8天以前显示她还在新西兰。 据25日的小白娱乐报告称,王宝强现在正在美国拍摄陈思成导演的电影唐人街探案2,从马荣事件爆发到宋哲被抓,王宝强从未再有过任何表态,似乎是将所有后续事件交给律师去处理。 传闻马荣将要出演楚桥站2,并在微博骂赵丽影视垃圾,还真自信地说让影宝滚出影视圈。 不过网友已表示,马荣不适合演楚桥,更适合演潘金莲。